花蓮县议会在议长张俊的带领下 来到位于凤林镇环保科技园区旁的农地 进行非法液态肥储存地点的专案会刊 在多位议员以及县府环保局长的陪同下 对农友挖放囤放液态有机肥提出相关的质疑 并决议提案送花蓮地检署进行业务整办 占星农民喊约因为要整地面积大 所以先挖储存洞陆续加入土壤改良剂以及泥土混合 之后再用挖土机放置田里 目前挖土机也都无法使用才会暂时存放 对于引起发臭老民倍感抱歉会立即改善 我其实只是一个小农 我很单纯只是要种东西 然后把地上的肥力做改变了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扣我这么多的帽子 我这边主要是规划种果树 但是我要打积肥 对所以刚好有这样的免费的肥料 而且来源又是合法管道 就我认知是合法管道 所以我进进来 对农民来说 土壤使用肥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为环保局有通知我 说造成邻居附近的味道 然后我想说就赶快把它处理掉 不要再让人家觉得说味道太重或怎么样 不过因为他在农地挖储存坑 但是经过太阳曝晒 液态肥更散发二臭味 让附近的居民是闻到死不下咽 那农民今年跟我们申请了 大概340公顿的液肥 他们他做来使用 那我们6月28来巡查的时候 有发现他是露天除坑 他是想方便要随时拿随时用 不用到房科去那边去拿 那我们跟他讲说这个有环境卫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开这个环境卫生的陈述意见书 那我们7月11有又来采样 我们这个采样的结果 我们要14天出来 如果有超标 我们就会进行这个费清法来移送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指出 如此的行事做法 花莲县环保局应该要进到相关监督责任 在会刊之后并决议将相关事项及资料送花莲地检署 很错 我没有办法下车 但庄之台庄议员还当场呕吐 所以我们就是那一天来会刊完以后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觉得环保局它一直把这个要掩埋掉 刻意要掩埋掉 就是不要让大家知道这个讯息 那我认为说这非常严重 已经严重的破坏我们的水质 还有影响这里的生态 那我们后续会做怎么样的动作吗 后续可能就是我们议会到社会决议 就是把这整个事件到地检署来告发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这笔经费 就是还没有厘清之前不能让他们和销 环保局指出申请液态固态有机肥的农友 每月都会进行抽查 每季则会进行采样记录 虽然占信农民过去都有适当的使用 但是已有民众反映出异味 花莲县环保局11号已前往稽查并采样松茧 确保土壤品质以及液态有机肥的成分 记者林杰 丰林郑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